可以用respond.redirect 那这里的话有一个respond的一个物件 那这个物件也是早期ASP里面的物件 如果今天要转换到另外一个页面的话 前面我们有用过respond.write 比如说你要输出一些讯息的话 那你可以用respond.write 那如果说你要转移到其他的页面的话 那你就可以转移就 respond.write 点一下 打一个RE自动会出现respond.write 这个方法 然后并且给他一个页面 他就自动会帮我怎么样呢 把这一个页面的转移过去 那再来的话呢 else 反制的话呢就给密码有错误的这个相关讯息 那我想这里的话请各位先 把这个上个礼拜的部分稍微做个 复习然后稍微了解一下 首先的话这个页面部分的 就是这么简 比较简单的方式 那当然呢 密码这个这个帐号登录呢 除了用这个方式之外 各位也可以看一下 在那个 我们的工具箱里面 其实也提供了 蛮多的元件 是要登录元件 登录元件里面有个login 也可以直接拖拉过来用 不过 用这个元件来使用的话 他的复杂度还比较高一些 因为你还必须要设定很多的 相关的那个login的什么 你要必须建立一个角色 然后呢 再新增一个账号 然后呢 再 再去做 赋予这个账号 一个角色之后的话 才能够把这个login 放进来 虽然也不太需要 写什么样的程式 不过复杂度如果跟这个比起来的话 还是稍微高一些些 所以请各位先利用 这个方式 在这边先建立一个 名称为login的一个 点ASP的 一个 一个这个 网页 另外顺便补充就是上礼拜 我最后讲过了 其实 我的这个程式 实际上是从那个 VB的程式里面所转移过来的 其实两个 你们也可以参照一下 其实在VB里面的写法是这样子 然后在 Cshop里面的写法 Cshop里面写法是这样 其实顺便可以比对一下 两个其实 差异性其实不大 但是如果说你可以了解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的话 那将来你再撰写 这个 如果你以前是学VB Dannet的话 你要转移其实会比较快一些些 那我有把那个补充的那个补充资料放在云端上面 那各位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我给画面先还给各位 第一个先建立这个 这个Login的画面 我给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也就是说呢 将来你只要有些页面 你 不要随便让人家进入的话 你就可以放一个这个就好了 程式码其实也不用更动什么 那 很单纯的你就一个账号密码 他知道账号密码才可以跳到那个页面去 我们先线的 他们上限了 这段支撤的 我们下定了 我们下定了